一群學生圍在小店門口前 自報班級和姓名 擠到前面一看 誒 這不是獎狀嗎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來模擬了 剛來過往一下 說那個錯一下 趁著學生放寒假 這家店老闆 以兩塊錢人民幣的價格 賣起盜版獎狀 還提供代謝服務 你這個兩位就齊開一下 兩位好的 認不得了 每個感覺批價等 零食要 許多學生爭相購買 拿著一張獎狀回家 忽悠喳喳 店老闆 你這是公然的 叫小孩作假 影片一曝光 立刻引起當地警方注意 店老闆也被傳喚調查 而像這樣的舉動 無一致做了最患的示範 記者 成交不到